HELLO 我是烏龜 今天又要來跟大家分享 使用超級女巫當作主力配置的進攻了 在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我從比賽當中看到VTOWN的選手進攻 得到的靈感是帶上了工程車來代替 選用了超級女巫的話 沒有超級炸彈人可以用的這個情況 那在那一場是搭配了蝙蝠 今天要分享的是更單純的 幾乎是全部都使用超級女巫 再搭配上工程車的打法 搭配的援軍 是雪怪然後帶上了一些殺手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今天的這幾場進攻吧 第一場面對的是一個回字陣的陣型 其實使用這個部隊配置的打法還蠻固定的 甚至是可以說有點無腦 因為他都是兩側斷邊了之後 在一整面的推進 我從3點還有12點最外圍的地方 先各下了一隻超級女巫進來 等到他們召喚出了媽寶骷髏之後 在旁邊再下出了第二隻的超級女巫 讓媽寶骷髏幫忙扛著火力 不過現在3點中 這一側是進行的不太順利 我有一隻女巫 一開始就被對方的劍塔打到 現在快要死掉了 我在情急之下丟了一罐冰凍 想要把他救回來 結果不但沒有成功的把他救回來 還讓我的另外一隻超級女巫 在3點中這一側 也被一個單體火塔給燒死了 所以這邊折損了兩隻超級女巫 80個單位 可以說是損失慘重啊 現在再來看一下我的主力部隊吧 我從1點的地方下了工程車進來 後面跟上了全部的超級女巫之後 也跟上了英雄 只剩下小王是扣在手裡的 然後在這邊開了第二層牆 對方援軍也引出來了 我在這邊開了大守護者的無敵 這裡的場面非常的混亂 我實在非常的擔心 我的工程車沒有辦法走到正行的中間 然後後面的超級女巫 沒有辦法跟上 所以我在比較靠近大餅的這個位置 是丟雷冠彈跳 看起來這罐彈跳好像是白給了 現在我在2點的地方下了小王進場 面對這個3點內側的單體火塔 我又下了一罐冰凍 雖然我是有帶著一隻哥倫冰人 想要搭配小王來使用的 但是剛剛這隻哥倫冰人是直接走掉了 沒有順利的扛到3點內側的這座單體火塔 現在我的工程車開到了正行中間 搭配最後一罐狂暴法術 順利的拆掉了對方的大本營 然後我的女王在9點內側的這個位置 搭配一個冰凍法術拆掉了一個火塔 對方還有剩下最後一座單體火塔 在靠近6點內側的地方 我的小王走過來 但是對方的火塔是鎖定在我的最後一隻 媽寶骷髏身上 我在這邊趕快打開小王的技能 把這個火塔帶走 從外側下了我的一小隊殺手 進來處理對方的蠻王 好沒有問題 那這一小隊殺手 還可以把對方的小王也秒掉 接下來就是收尾了 對方已經沒有任何的防禦劍組 雖然收尾的部隊不多 而且我的超級女巫只剩下最後一隻 但是光是靠著存活下來的小王 就有辦法把所有的東西清光光了 這場是有驚無險 拿下了這個三星 而且中間還丟錯了一罐彈跳法術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接下來這場進攻 我選擇要從左上角的這個面來推進 所以我要在9點還有12點的位置 開始先斷邊 我斷邊的方式 都是各先下出一隻超級女巫 並且盡量的擺放在外圍的地方 不會被對方的防禦劍組打到 等到她召喚出了媽寶骷髏 扛住了角落的一些防禦劍組攻擊之後 我才會陸續的開始下出第二個單位 好 現在9點跟12點外側的建築清的差不多了 我準備要從10點跟11點中間的地方 下出我的工程車 接著跟上剩下的超級女巫 以及女王和大守護者 我選擇從這個面推進的原因 是因為可以盡早的打掉對方的兩座投石機 和對方的天鷹火炮 現在先下了一罐冰凍 動住對方的其中一座投石機之後 在這裡是丟了狂暴開了無敵 然後繼續的再丟第二罐狂暴 讓我的部隊趕快跟在工程車的後面 把兩邊的投石機處理掉 現在對方的援軍引出來 這裡丟了一罐冰凍 同時動住對方的天鷹火炮 還有對方的援軍 並且丟了毒藥 看起來我的工程車 沒有辦法繼續再往前了 所以這裡我是補了一罐彈跳法術 讓我的部隊繼續的往前推進 好 現在看起來是處理掉了天鷹火炮 然後打爆大本營也沒問題了 我在七點的位置準備要讓小王進場 因為在七點內側這裡有兩座單體火塔 看起來比較讓人擔心 這次我準備要用來幫小王 扛住火力的哥倫冰人 好像又沒有成功的發揮出他的效果了 他往旁邊走掉 讓我的小王直接被對方的兩座單體火塔給黏上 所以我在這邊連續丟了兩罐冰凍法術 分別把這兩座單體火塔先動起來 然後打開小王的技能 最後我的小王和這個火塔是玉石聚焚啊 哇 真的是非常的緊張 那這下好了 沒有火塔的威脅之後 對方好像只剩下 而這個法師塔跟 破棋炮 火箭 這些都不是威脅了 不過我依然只存活了一隻超級女巫的樣子 那一樣是有驚無險的 運氣不錯 拿下了這個三星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場進攻 最後這場面對的也是一個類似回字陣的結構 但是對方在外圍是擺放了比較多的建築物 我和前兩場一樣使用差不多的下兵方式 我在我想要斷邊的角落 分別會在最靠近外圍的地方 先下出一隻超級女巫 等到他們召喚出來的媽寶骷髏 或者是他們自己扛住了角落的火力之後 我就會在他旁邊下出第二隻超級女巫 接著準備要從靠近七八點中間的這個位置 下工程車開牆進去了 不過他在外圍的東西還蠻多的 所以這裡需要花比較多的時間 把外圍的東西先打掉 這裡我下了剩下來的超級女巫 以及蠻王 女王和大守護者 並且跟上了殺手 在七八點的這個位置 處理掉對方的女王 然後開牆了之後 我的蠻王稍微扛住了對方投石機的攻擊 我下了冰凍 動住對方的投石機 部隊跟著工程車走進來了之後 我在這邊開了大守護者的無敵 哇 這個無敵剛好有吃到工程車的身上 那工程車應該可以順利的開到最中間去了 哇 這開的牆非常的多 非常的超級 太好了 等到他順利的走到中間了之後 我在這邊丟了一罐狂暴裡面的雪怪 就可以來爆本了 結果我的雪怪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不但順利的爆本 還把旁邊的火塔給帶走 最後甚至是隔牆 把對面的第二座投石機也全部帶走 哇 那太賺了 現在我來看一下我的部隊是兵分兩路 女王跟大守護者 還有一隻超級女巫走在四點鐘的這一側 已經把對方的天衣火炮拆掉了 而我的蠻王跟超級女巫 現在是跟著哥倫冰人 還有小王在十點鐘的地方會合 走到了十二點的內側來 這邊下了一罐冰凍 動住對方的蠻王 然後小王開技能 在這邊處理掉對方的蠻王之後 就可以繼續往三點鐘的方向前進了 我的手上還有剩下彈跳法術 不知道彈在哪邊 我就把他下在靠近三點內側的火塔位置了 好 十二點的外側 這裡有超級女巫在繞著外側走 所以沒有問題 四點鐘的這一側 哇 我只有一隻超級女巫 而且看起來他已經殘血了 前方的媽寶骷髏也已經死掉了 我手上還有剩下冰凍 不知道要用在哪 我乾脆動住三點的這座劍塔吧 希望我的超級女巫可以活下來 看起來好像有機會喔 超級女巫跟大守護者 可以把這個劍塔打掉 然後繼續往前走 女王往前再走一步之後 哇 踩到了一個大炸 可惡啊 結果還是沒有辦法讓他活下來 很可惜 不過依然是在三點鐘的這個方向 我的所有部隊在這邊集合 收尾拿下了三星 以上就是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幾場 使用超級女巫當作主力部隊的進攻 使用的部隊配置是六隻超級女巫 用面推的方式 工程武器選用的是工程車 用工程車來彌補 我們沒有辦法帶超級炸彈人的這個缺點 裡面裝的援軍是雪怪 一方面能幫女巫開牆 一方面也能讓雪怪在陣型中心擊火區扛火力 常常也能順便搭配狂暴來爆本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就到這邊 希望對大家會有幫助 我們下次見 掰掰